在咱们中国现在一说到公知啊 就已经变成了人人喊打的一个姿态啊 基本上说到公知大家就没好气 那很多人啊就跑过来问我说 张思令啊那美国有没有公知啊 美国的公知什么样啊对不对 那美国人民是不是也要骂这些公知啊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啊 今天呢就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公知啥样 咱们今天啊尽量秉着不双标的态度 我们说一说美国公知都有哪些标准 然后再说一说美国人对这些公知的看法 首先啊美国公知我觉得要有以下标准啊 他得是美国人或者他住在美国对不对 或者是他的孩子是美国人对吧 这肯定必须得是吧 他必须得跟美国有关系对吧 那你说跟美国没关系 他怎么能叫美国公知呢对不对 第二呢就这个人呢 他得天天揭露美国的阴暗 揭露美国的这个丑恶对吧 这个才能叫美国公知 第三呢就是昂着美利坚的这个大旗反美利坚 网上一看大家就能看到 首先啊大家看看有多少人啊 他是住在美国骂美国挺多的吧 对吧 哎你们不要骂我啊 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我只是单纯跟大家讲讲什么叫美国公知 首先他得拿美国绿卡 或者他得是美国国籍 对吧 要不他儿子是美国国籍 大家看看他网上有多少这样的人 对吧 你在抖音上一找 这全是美国公知啊 你要知道美国公知这个身份很重要 本质上 他是美国公知 是吧 你不要看他在网上怎么骂美国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在替美国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其实我是不赞成 大家去攻击这些美国公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是真正的爱美国呀 人家是努力的要把美国的阴暗面揭露出来 他是真希望美国好啊 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人 对吧 去骂这些美国公知 其实我都觉得没必要 因为人家是真的希望美国好 你明白吧 把美国的社会阴暗面揭露出来 然后人家的孩子在美国 然后人家的家庭在美国 人家的房子在美国 然后来赚中国人的钱 给美国纳税 真是这样 兄弟们 你们算在这符不符合 中国公知的所有特征 咱们不双标的情况说 你拿到美国去对比一下这些所谓的美国公知 实际上是不是高度重合 相反啊 要这些时候 我就要批评咱们国内的有些朋友了 相反在这个时候 你看看什么样的人骂他们骂的最狠 大量是在咱们国内的朋友骂他们骂的最狠 对吧 美国人反而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因为美国人也不关注他们 因为他们的东西 如果你要真的 哪怕你即使加上英文字幕 你放到美国 美国人看完都会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美国人不知道这事 美国人他们说的好多事 美国人都觉得 哇天哪 就觉得 这哥们跟我是生活在一个物理空间吗 应该不是 但是美国人不理解 但是他们就没事 中国人就看得尽尽的 就觉得这个东西说的太真实了 是吧 虽然说美国人自己都不知道 他说的太真实了 你难道这个东西没有发生吗 对吧 你还没法反驳他 因为他一旦问你 你难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吗 你就没法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或许是发生了 但是吧 你要知道大千世界无其不有的 对不对 就像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踩着一香蕉皮 他一下摔倒了 吃了一口狗屎 被狗屎噎死了 你说这种事肯定有 但是你要说 难道这个事没有发生吗 你也没法说 对不对 所以你看啊 这个美国公知也有这个毛病 他都是拿放大镜在看美国社会 但是不要紧 我觉得拿放大镜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是真心的爱美国 要不然他怎么会把老婆孩子房子都放在美国呢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像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一个 包括我昨天在直播间也都说了 你要知道公知这个网上是什么 人家是为了挣钱 既然是为了挣钱呢 什么抨击啊 什么战斗啊 我一定要如何如何都是人设 甜美也好 黑美也好 他都是你赚钱的一种人设 在做自媒体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 我到底是靠捧美挣钱 还是靠黑美挣钱 很多人说那这都是拿美国钱的 不对啊 这个钱都来自于中国各位网友的兜里 因为你们看的越多 他的流量就越大 美国给不着这份钱你知道吧 因为美国也不需要美国的公知来替美国宣传 所以在美国的公知多的简直不要不要的 你看为什么这些骂美国的公知都敢住在美国呢 这个就是典型的东西对吧 而且这些公知呢也都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基本上大家都互相认识 互相抱团 反正只要是你说的跟他不一样 你不听他的啊 他就骂你 他就说你这个拿钱了 他就说你这个怎么怎么着了 但其实自己拿没拿钱 你也不知道对吧 反正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这个东西 而且这些美国的公知啊 跟大家平时所认知的公知也是一样的 就真的很战斗啊 大家看在美国 他们努力的在揭露美国的银面 他们努力的希望美国朝着一个更好的地方改良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的公知越多 对美国其实可能也有好的作用 对不对 毕竟你看有时候发生了一起枪击 有时候发生了一起嘎腰子 有时候发生了一起哪个地方都是躺尸 都是这些公知揭露出来的 你说不是这些公知揭露出来 是吧 美国人怎么了解美国现在的情况啊 对不对朋友们 所以说啊 美国公知在美国 美国人民是感谢他们的 美国人民是很希望美国公知 把美国的事情说出来啊 发到外国的网上 让外国人民一起都来批判美国国内的事儿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公知是非常非常多的 尤其是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中文的互联网上 也能看到很多美国的公知啊 对不对 大家看看我说的这几条啊 是不是很符合 对不对 人至少住在美国吧 有美国身份吧 不管是绿卡 不管是国籍 对吧 然后这个老婆 孩子 房子 父母 基本上都在美国 对吧 你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一步 虽然说他觉得美国千般不好 万般不好 但是我就是待在美国 就是不走 其实我觉得这是什么精神 其实这才是真的爱国 虽然说他觉得美国有万般的不好 但是我就是不离开美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啊 其实他是希望这儿变得更好 他好给他下一代创建更好的空间 大家其实在咱们中文互联网上也能看到很多啊 因为公知基本上都是全球发节目啊 基本上在各国都能看见 比如说你看有什么澳大利亚公知啊 新西兰公知啊 日本公知啊 还有什么加拿大公知啊 加拿大公知也很多啊 然后还有什么 德国公知啊 西班牙公知啊 北欧公知啊 就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看看这些公知都在当地发节目 揭露当地的阴暗面 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了 对不对 但是有几个国家可能公知比较少 比如俄罗斯的公知就比较少 伊朗的行也不太多 还有什么厄里特里亚这些都不是很多 但是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 可能这些国家的公知 说的语言大家看不懂 所以说以后大家不要问我国外有没有公知了 公知国外是有的 说美国人对这些公知什么态度呢 美国人其实无所谓 因为美国是很希望 这个美国公知来揭露美国的阴暗的 因为讲实话 我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 我特别感谢这些美国公知 很多朋友说那张森你算不算美国公知 你看你就符合这些是吧 你住在美国 然后这个家人都在美国 然后这那的 你又揭露美国的阴暗面 我不一样啊 我现在不是来中国了吗 对不对 而且呢 你要知道 我不一样啊 我是在网上被中国网友认定为美吹的 是吧 那所以说我就不算美国公知了吗 对不对 美国公知 首先有一条 就是他揭露美国的阴暗面 他是真的希望美国变好 他爱美国 而且他一边骂着美国 一边老婆孩子财产都在美国 你看这种人 他是标标准准的 美国公知 我个人认为 公知这个东西 你不能用身份认同 你得用财产跟子女认同 是吧 公知的典型特点 就是在那个国家生活 揭露这个国家的阴暗 是吧 这就是公知了 所以说我个人是非常崇敬美国公知的 什么都没说 我什么都没说 我只是说一说美国公知的这些典型特点 没有其他的意思 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那行吧 这期就做到这儿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话题呢 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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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